日前韩红在太廖举行了新专辑发布会 同时也是韩红荣升为空正文工团副团长的庆典活动 既然已经是空军了 现场自然少不了飞机了 不仅有遥控直升机送上了新专辑 就连国庆典礼上的飞行员都赶来为战友韩红的发布会出信 随后韩红换上了一套喜庆的红色西装演唱了新专辑中的歌曲 加上一帮圈中好友的助兴 韩红更是兴致高涨 现场也把孙楠拉到了空军的大家庭来 非常喜欢他无论是人还是义 杰森男是一个特别 他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人 他其实活得很光明 他是个很磊落的人 此次韩红发行新专辑又加入到了空军的队伍中来 还担任了副团长的职务 对于韩红来说可以说是三喜临门 而说到这张筹备了七年的唱片 韩红也有自己的话要说 回来呢也算是一种呼唤吧 呼唤我们中国乐坛 都能够重新回到歌坛来 呼唤我们唱片业 呼唤我们正版市场 呼唤我们所有人的耳朵 都能够回到唱片里面来 也算是一种呼唤 对于韩红